小蜡笔 小蜡笔 手中拿 红色画太阳 绿色画小山 蓝色画大海 好美啊 有只小兔子也想看这种美景 你们去帮帮他吧 好奇怪的地方呀 快看 小兔子把太阳都成灰色了 灰色的太阳好特别呀 红色的太阳更好看 红色的太阳 我有红色的蜡笔 你拿去试试吧 好 蜡笔是一种画画用的笔 它有很多的颜色哦 我们用完蜡笔后 要记得装回盒子里哦 红色的太阳真好看 小蜡笔是一种画用的笔 小蜡笔 小蜡笔你去哪啊 再读点其他的 大海被涂红了 小山也被涂红了 红色的树好漂亮啊 这是棵什么树啊 原来这是棵苹果树 整棵树都是红色的 看不到苹果啊 等一下 这样就看到苹果啦 我懂啦 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颜色 这样才能认出来 对呀 那我们一起重新涂色吧 小蜡笔手中拿 红色画太阳 红色是一种颜色 生活中有很多红色的东西 红色的西红柿 红色的苹果 还有红色的太阳 绿色画小山 蓝色画大海 小蜡笔你真棒 红 红色的苹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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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太阳 就拿了苹果树 人的苹果树 下方对苹果树 九树